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带孩子 我也很累 我觉得我要比我老公付出的会更多一些 因为我们工作都比较忙 所以我们要和老人住在一起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矛盾随着而来 我老公经常不在家 每天我面对婆婆和孩子 我觉得相处起来真的很难 然后这个事情现阶段还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一直都生活在纠结中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张先生33岁来自湖北自由职业 来有请张先生有请 程女士32岁同样来自湖北自由职业 来 有请程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我要来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我俩之间的矛盾 你俩什么矛盾 矛盾特别多 一个一个说 就是我们俩结婚八年的吧 就是他也是真的是特别忙 然后每次都回家特别晚 两三点钟回来 是每天吗 他多年时间我和孩子 但是就没有时间 有时候周末的时候 想跟他约下时间说 这个周末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 或者怎么样 他都说我很忙 我没有时间 就这样这种事情 我觉得有些东西不能片面的 听他说 他说肌肤 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星期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两年 在家里陪孩子的 一个星期有一两天 在家里陪孩子 首先我这个行业 有比较特殊 我们这个行业是做五美工程的 基本上我们做活动都是周末 周末孩子在家里休息 我肯定没有时间陪他了 但是平常的话 我可能只要说有时间 我肯定会在家里陪孩子 但是我觉得作为妻子 我觉得我既然嫁一个男人 我肯定是希望他能陪我 如果他不能陪我 我干嘛嫁给他 我自己可以生活 说得对 我希望找个依靠 如果说我在外面玩 你可以说我 但是我更多的时候 是在外面工作 说不好 我不知道你是在工作 还是在应酬 反正每天回来这么晚 回到家啥也不干 只要我床上去躺 衣服都不脱 是这样吗 可能有时候喝多了不知道吧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辩误 为什么呀 忘了呗 喝断片了呗 他说我少了我不知道啊 可能有时候会 一年可能会有了嘛 一两次要断片嘛 这要按老婆说的 确实也挺痛苦的啊 天天见不着老公啊 确实天天见不着啊 真的是有的时候孩子家长会 我说想让爸爸去一下 他也不去 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是希望孩子能够 就是说有母爱 有父爱都有 这样孩子才会 就是身心比较健康嘛 如果老是像跟着妈妈一起玩 肯定我觉得男孩子就会比较 就是娘娘腔啊 比较偏向于女性的那种性格 其实我是不太愿意这样子的 我觉得男孩子应该要阳刚气足一点 多跟爸爸在一起 但是这个你说朋友配孩子 这个东西我承认 可能有时候我确实在外面应酬 可能确实是少赔的孩子 这个我承认 以后啊 多赔点就完了 还有别的吗 有 他经常就把钱借给别人 然后又不跟我说 而且也不是小金额的 经常是几千几万的借 因为我们他做生意的嘛 就是很多钱可能就放在公司 就是我自己也自己上班 就是我们没有说很刻意的 一定要管双方的钱 就这样子的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钱可能没有经过我的手 我就不太知道嘛 那你们这个他给家里交钱吗 给 然后钱谁管呢 给我啊 给你管 那他借出去的钱 就相当于是沉淀在公司里的 周转金是吧 我不知道是周转金 还是他自己的小金库 我不知道 这个东西我不参诚你的说法字了嘛 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 我在武汉打拼工作 我刚起步的时候有很多人帮助过我 别人现在有困难了 我借钱给他 我觉得也无所谓 借点 借点 你跟老婆说不就完了 其实我觉得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这去嘛 因为这是我们双方共同的财产 你这去嘛要跟我讲一声 跟我说一声 这是对我的一个尊重 那不然的话 我以后我也借钱 我就随便借 也不还 是不是也是可以呢 我也曾经受过别人的帮助呀 对不对 但有时候我觉得钱少了 跟你说人家借过了 借了一用两天就还给我了 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必要跟你说嘛 别人家借了又不是说不还呢 以后跟老婆打个招呼 能做到吗 我觉得他很难做到 他很多事情他都不跟我讲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事不跟你讲的 被你发现了 有啊 很多事情 比如就是现在我们家孩子嘛 上学的事情他也是的 上学的事情 其实我就是想跟他 报一个好点的学校嘛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忙 没有时间管孩子 只能找个好点的学校 老师管一下嘛 他就不太同意 但是我其实就 那家里你自己都都没有时间 带 那你怎么办 你自己都没有时间带 你只能给别人带啊 只能多花点钱啊 但是我们之前没有带他 是一意志愉 我觉得他在上幼儿园 可能我也是疏忆带他 但是我感觉现在上小学了 可能这个人 只是一点点改变了嘛 我不可能说你上幼儿园的时候 是什么样 我上小幼儿还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慢慢商量着来嘛 相互带嘛 但是你把他送到那里去 一个月见不到医师 他现在想小学就寄读了是吧 对 我是想把他送到计识区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么忙啊 我之前是做销售的 现在是我俩在一个公司 是你要求进去的 他要求我进去的 你是老板 他在你那里做什么呀 我做后勤 哦 开了个夫妻老婆店 是不是 就是 这更麻烦了 哎呀 家里的事 也没弄清楚 扯上公司的事了 行 对啊 就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很烦嘛 并且的话 你看 现在孩子还说 要我跟他再生二胎 那一个孩子都没有时间 管他生二胎 怎么可能生呢 我只是想给过了儿子 长大的只能有一个伴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他有个弟弟 有个妹妹可以商量着来 你走在大街上面 你看 我看到我一个儿子 一个人蛮孤独 但是人家有个弟弟 有个妹妹哥哥姐姐的 我觉得很快乐 哦 我是觉得生孩子 我想给孩子提供一个 好的环境 并且的话 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他 要不然你把孩子生出来干嘛呢 没有时间带 到时候又交给老人 交给学校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父母呀 嗯 听明白了 问你是不是急着生二胎 有点着急了吗 不小了 有点着急 你现在是 拿着这件事说事是吧 就是要生二胎 我得把这个老公 重新修整一遍 是不是这意思 不修理好不给生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你要有个规划 那你想生二胎 那你要怎么生 你以后你孩子的 孩子路线怎么样去做 要怎么生才给生 就是修理老公来了 对啊 就这意思听明白了 最起码就目前来说 你应该超出更多的时间 来陪一下 目前我和孩子 好 然后你都不陪我 怎么能给你生老二呢 对啊 你家里的钱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了 那你要生孩子 你家里你也需要钱了 我们并不像别人那样 过得很富裕或者什么样 都是靠自己辛苦来做的 我只是借给别人而已 我给谁钱了 都站在他妈那边 不帮我说话 你看 这完全都是为生二胎做准备 在经济上 你不能下借钱了啊 我要储备力量 对吧 孩子的教育上面 你得做个表率 一个咱都带不好 生老二我也很担心 第三 既然咱俩带不好 你把你妈护好了 让你妈来给带 第一个可就没带好 这完全是在为生二胎 做物质准备啊 你得陪我们啊 生二胎不陪 天天宿醉 喝回来怎么生二胎啊 你现在是把它修理好了 就生是吧 那得看他表现呢 其实我没有说那么排斥 我只是觉得 如果每次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他现在表现不好 那我肯定不想 答应的 但是背地从来不改那种 对 就是这种 你一套 按一套的 对 当面一套 是听你的话 是吧 背地里面想做什么 做什么 是吧 对 对 所以他担心 我背地做什么了呢 有没有借钱给别人 借了 为什么老出去喝酒 喝完以后不洗澡 那只是偶尔 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夸大 有没有管孩子 偶尔管 生一个谁管 我学的这个事情 谁管 我管 那你那工作还要不要了 要 那怎么管孩子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商量 商量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听懂了 听懂了 其实死结就在这儿 今天不是说 他们日子过得好不好 而是男生想让这个家庭 有一个新的变化 女生有点害怕了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状态里 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很好的解决 如果再来一个新宝宝的话 可能这些问题就要爆发了 对 是这意思吧 是吧 男生又希望说 我这想法没错 我给我的儿子再添一个伴儿 我们家庭可能由此而改变 对吧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哎呀 这是一个关于生和不生的问题 责任重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宇东 家庭的事还是二胎的事 其实无非就是要不就将就 要不就讲究 我觉得现在的男人 因为你们年纪比我小 我就叫你弟弟好了 我觉得这位兄弟他可能好多的事情 采取的一种打法就是将就 但是女人 妹妹 她是比较讲究的 我觉得你的现在的情况 因为你现在也是创业期 属于拼事业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与其说 孩子和孩儿他妈 以及这个家庭更需要你 倒不如说其实是你更需要 你面前的这个女人和你们的儿子 和你们这个家庭更多一点 你要把这娘儿俩 把你的家庭当成你的加油站 它真的是你的加油站 你对他们好 你的事业就会越来越旺 你对他们的好 因为你家庭和睦了 对不对 那句话叫什么 叫家和 万事兴 万事兴嘛 对不对 所以不要让你的女人 天天以泪洗面 垂头丧气地 走林黛玉的路线 多逗她笑一笑 她笑起来很可爱 很漂亮 反过来我再跟妹妹说两句 我觉得你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 你说话基本没有逗号 那谁会喜欢听呢 第二个 你的表情问题很大 你的表情如果不笑 就会让人 谢谢 好 谢谢余东 谢谢老师 来 赵老师 我觉得先来说说女生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委屈 是关于婆媳方面的吗 婆媳方面都还好 只不过是 她从来都不站在我的地上 跟我说话 明白了 就是跟婆婆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 其实我觉得男生 你可以就是多静下来 听一听老婆的抱怨 你可能每天都在听 她每天都在跟你啰嗦 都在反反复复念叨这些事 但是你真正听进去的 没有 其实很可怕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怕遇到矛盾 不怕夫妻之间产生问题 产生矛盾 那些吵架打架都不怕 但最怕的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如果态度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事就难办了 我觉得现在是你的态度 有一些变得不那么积极了 你要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当你把你的态度 变成积极的时候 可能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 妻子要的其实就是更多的关怀 哪怕一个温暖的拥抱 就是让她把这种的委屈 能够诉说给你听 然后也能得到你的回应和解决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 是有共同奋斗的目标的 在一起过日子 其实最怕的是没有目标 你们有目标 要二胎啊 对不对 那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中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一道一道关过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 然后其次我想说的一点就是 其实我一直不太建议 就是夫妻在一起做生意 因为你可能工作上遇到的问题 会带到家庭里去 然后家庭当中的问题呢 又会延伸到工作当中去 你想你这么多的问题困扰着你 你怎么可能快乐起来 就千万不要让婚姻 把女人的光泽给消磨掉 如果这样消磨掉的话 自己首先会没有魅力 然后就不要 更不要说期待 男人能够看到你身上的魅力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 办法是不是可以抽离出来 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然后这样你可能抱怨 就不会有那么多 当你抱怨减少的时候 你可能看待你对面这个人 就会觉得 他好像更可爱一些 是不是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 谢谢莎老师 来 胡老师 认其此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男人 不能做到人在心在 只能做到你 就会不会有人 做到你 就会有点心在 你可能会有什么 那么有点心在 你会不会跟着你 你就会有点心在 我看你 好 谢谢莎老师 好 谢谢莎老师 好 谢谢莎老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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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60秒》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也有八年了嘛 其实真的是遇到很多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条路 到底能不能够一直走下去 但是我希望就是 我们能够 这样刚刚刚说的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吧 老婆 我想跟你说 十年前我对你是什么样子 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心没有变 我相信永远也不会变 我希望我以后 多跟你商量吧 能量弄吗 请回吧 谢谢两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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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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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你是不是老想着这个情景了 回头看 是吧 不知足啊 来来来啊 谢谢啊 好 快 慢点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在爱里等着你 被你疼惜又装暖你 在梦里 全是你 不要再质疑 把我放尽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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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绝 加油啊 好好过日子啊 谢谢 听途老师的话 把心放回去 听见没 回去吧 多好啊 那个语东老师说了啊 怀了孕之后打个电话来带喜糖来 听见没有啊 好好好 回去吧 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回家之后 做一个良好的调整 生活里不可能没有矛盾 调整得相对好一些之后 期待他们的好消息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女朋友皮太爆了 说不两句话就开始啊 我的意见她从来不听 她的意见还要强求我去做 有的时候真受不了 而且她总是说一些 我不喜欢听的话 搞得心里很烦的 我们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没有一天消停的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 一天磨磨叽叽的 还总是怪我脾气宝 我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气呢 我只是希望事情做得更完美一些 她处处做不好 我能不生气吗 我们俩处了好几年了 眼看都要毕业找工作了 我希望我们之间能有一些改变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李来自河北苍州 二十岁是名学生 来有请小李 女嘉宾小孙同样来自河北苍州 二十岁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小孙 有请 欢迎老妹 同学是吗 对 大学同学 对 高中就同学 高中就同学 对 后来上了大学还在一起 对 大学是一所学校吗 是一所 可以啊 怎么了 前他脾气大 对 他脾气太大 天天因为一点小事就跟我撒脾气 就是前几天嘛 我们因为有过几天我有个活动 买件衣服去 然后呢 我就带了二百块钱 我们去一个商厦 一楼是卖男装的 二楼是卖女装的 他跟我在一楼就逛了一会儿 他就去二楼 他说去二楼看看 然后到了二楼也没怎么说 也没逛 就买了 他买了 然后我也没买了 我回去了 是谁的活动啊 就我参加 什么活动啊 反正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吧 就是等于有一个场合你要去是吧 对 买个衣服 没买成 对 在路上嘛 就应该这么点小事 然后他就跟我撒脾气 就还跟我撒 不是 你跟人撒什么呀 人家要买衣服 你买了 你跟人撒什么呀 其实不是我跟他耍脾气 因为他家里那个有正式的衣服 不是说没有 他转眼可磨叽呢 莫名其妙在一楼转眼半天都不买 我说你要不买咱上二楼 我看看呗 我就看挺好看的衣服 我说你看这衣服好看吧 你要好看的话咱就买了 他也没有说不让我买 还挺勉强啊 行 就这样答应了 我就买了 买之后回家 全程就跟我板着脸 黑着脸 我说那个你要当时不让我买 我不就不买了吗 你至于这样吗 后来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来谈不上解决 就直接就是什么呢 那个跟你说 行了 打住了 以后就不容易 咱就不这样了 然后我也没有必要说一个劲 那个较真这件事 但是我得记着 我这人就是容易记事 因为我老爱记着 然后我们这事不就算过去了吗 还有一次特别磨叽 我们就是因为现在要毕业了嘛 有好多作业啊 什么文档都需要整理 他也不写 他就非得等到我们老师找上我来的事 因为老师也知道我俩搞得像 然后那个非得找上我们俩 他才去做 最后他还不做 还都是我给做 什么衣服 什么作业什么的都是我帮他整理 他自己也不整理还特别懒 我也不是什么太懒 我以前这几天因为快考试了嘛 我也得复习 我也没说不写作业 我说我复习别的作业 但我也不是太懒 前几天我有时间 不想是什么挣钱 什么干什么去忙 他以前就是什么 就是确实是因为我们俩 就是从高中以后吧 就不花家里钱了 我们的学费就是自己挣的 厉害 就从高三开始 不花家里的钱了 从高三那一年我们就开始 因为我这比较那种独立 因为家的条件也不算特别好 然后我就比较独立 因为我弟弟还有一个地 当高三的时候是怎么挣钱的呢 因为我们那儿 我们那儿的河 我是河北的嘛 那儿兼职特别多 就是说像发广告啊 促销啊 还有打电话 那些专写人员什么的 还有做市场问卷 是你们俩一起挣 还是你一个人挣 我俩一起挣 挺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 特别容易闹矛盾 有一次他出去打工 他那个时候确实是挺累的 从早上九点 估计得到晚上那个十二点多了 那个时候送外卖嘛 人家晚上也得订 反正挺累的 我说您洗一个澡去 人家就不洗 就在那磨叽磨叽 这俩孩子还确实不容易啊 然后就这么干 等于高三起就勤工俭学吧 独立了 是这意思吧 是 我也没说我不去洗 我说了 我说我怪累的皇子 我歇一会儿 坐一会儿再去 他不行 他必须让你去做 他要求的 必须让你立马去干 就洗一个呗 对啊 一身汗 确实也臭 我一天爬很多楼 派对有二十多层 太累了 我就想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再去吧 他必须让你立马去做 然后他跟我还因为这点事 耍了个针脾气 半夜十二点多 他酸门就走 完找不着他 打电话也不接 就是为了让他找我嘛 其实我十二点多走 我先往后看看 他得跟上来了 他根本就没找我 那我给他发点信 我就直接发点信 我关机了 我说那我回家了 他也没回我 然后也没找我 大半夜两点多 再去找我 还把我爸妈 都给湿腾出来 围着苍州市找我 我为什么两点多 找你去呢 你说你回家了 我估计你一个小时到家 但是我给你 给你打电话 你不想不接嘛 我给你妈妈打电话 是我的不对 但是找不着你 我不想担心你嘛 还有以前一个事 他以前有个前女友 因为我们暑期工嘛 学生老是出去建职 暑假的时候 他和他朋友 去找工作 找到一个场子 我一看 他那前女友也在那 我就跟我闺蜜 我俩也去了 但是我们那是分黑白班 他们分到了那个夜班 我们分白班 我说你要不跟我们 分一个组来 他就不 他就非得留在 跟他那个前对象 那个班里边 我就说 你是不是因为跟人家 那个啥呀 没有断丝连呀 我也不是说为了他 我问了 我说可以调班吗 他说满了已经 这事过没过 姑娘 没过 我还特别不相信他呢 因为那个时候 还出了一起事 我才不相信他的 因为那个 我们那个时候 他真是记黑账啊 半夜下班嘛 半夜下班 然后我跟我闺蜜 我俩人买点饭吃吧 我闺蜜说 看见他跟他 那个前对象 在外面说话在马路呢 光看见他了 我就出去了 我还不信呢当时 我出去我就过去了 我说你俩这大晚上 有什么所说的呀 然后人那女的 装作没事人呀 人家转头就走了 然后他也走了 把我自个儿给撂那了 他现在根本就是 不像以前了 他以前有什么错误 他其实会想到自己的 他现在完全不想到自己 什么就直接奔着我来 你是不是觉得 现在对他的领导 有点难领导了 对 不像以前是个顺从的员工 是吧 现在这个员工出问题了 对 你又解决不了 对 所以你希望老师帮你改他 是吧 那你为什么来呢 员工同志 脾气太爆了 没怎么爆啊 听下来心理管得还可以 现在就是因为 我们经常因为一点小事 他就跟我特别大声 特别嚷 然后嚷完就 反正就挂这个脸子 不高兴 我哄他也哄不好 打电话也不接 他经常把我电话拉黑 怎么找就找不着 我就是不想让你找着呀 我本来就脾气爆 我说你干嘛去 你就赶快去就得了 因为我本人就是这样人 你是个急脾气 对 我特别急 你看我现在这样挺好 但是比如说 我让他去干嘛 他不去 那你就一天也别理我了 我肯定把手机关机 你也别找着我得了 然后我还说 我说那得了吧 咱俩算了吧 他就不行啊 他死闭在脸 黏着你 怎么着跟那狗皮要高要 人家不是喜欢你 爱你吗 我感觉他这种不是爱 就是黏 就是缺少不了我 对他的这个什么 什么呀 指导 指导 如果要是没有我的话 他确实是不能像现在这样 你这公司实在是太好了 非常有凝聚力 老板轰员工走 员工都不走 是这意思吧 对 你是想让三位老师把他轰走是吧 他们可就真轰了啊 这段爱情应该怎么办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本卷 雨冬啊 我的感受啊 我以前以往的就是说经历 我认为的女孩子一旦陷入了爱情的甜蜜世界里边 她的性情会大变的 不论女孩男孩也一样 就是当你陷入爱情的时候 沉浸其中的时候 哪怕以往你是一个极其暴力的 性格火爆脾气 沾火就着 但是进入到爱情里面之后 一般的女孩子都会会有所收敛 体现出更多的温柔的一面 而不会进入爱情突然比以前变本加厉 这是我的感受啊 我觉得如果碰到爱情出现了 你在你的爱人面前变本加厉 更加火爆脾气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 人不对 就你面前的这个人 你的对象 可能还没有办法唤醒你的爱情 第二个 你不对 你的脾气 你的火爆脾气 已经达到了你自己失控的程度 你hold不住自己的脾气了 对 我感觉可能会有这两方面的原因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男孩子不错 而且你们俩很配 你脾气爆 他又能忍 对不对 你还要找什么样的呢 只有两种男人最适合你 第一个就像他这种 很能忍 第二个 比你脾气还要爆 那你现在已经生命中出现了第一个类型 你们俩是有可能走到最后的 给自己一点时间 也给对方一点机会 好不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现在女生是一个征服者 难道你想做一个被征服者吗 也说不准 来来来 沙老师 你们俩就是俗话说的那种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但是其实看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的故事 还是挺幸福的 我们身为旁观者 其实真的能感受到 你们当中的爱情和幸福 刚才川哥在问你说这个 让我们三个老师帮着你把它轰走 其实你压根你离不开她 你就是想看看她到底有多离不开你 我就是想在这个舞台上证明一下她有多爱我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口是心非 这样的话会把她对你的这份爱慢慢打压没有的 而且女生有的时候不要太强势 我理解你可能从小独立自主 然后也是个非常独立的女性 这点非常好 但是当女生如果太强 太不懂得示弱的时候 得到的最后是伤害 就是你把自己武装的360度 全部穿上盔甲的时候 她无懈可击 对不对 对于男生呢 我想说的就是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这是真理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找到的如果是一个电冰箱 比如说这个电冰箱 你是希望它装东西的 为你保鲜的 那么你就不要期待 它未来还会变成一个吸尘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找它的时候 你就已经接受了它这个暴脾气 那你未来就不要指望它 能够变得 马上就变得很温柔 当然人们常说 相爱的人要彼此配合步调 但是如果一开始 你就是纵容接受了 它这样的一个对待你的态度 那之后你想要反抗 就会适得其反的 知道吗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夏老师 祝你们幸福啊 谢谢啊 谢谢老师 希望你们能刚柔相继 是吧 来 听听托老师怎么说 好 你们两人高度的自律 对自己高要求 同时也很自我 太自我的人 它的好处 是自我成长快 但它有它的坏处 它的坏处就是 如果你太自我 你就会产生 想要改变别人的想法 自律这个东西 用于律己 好过一切法律 但用于律它 却坏过一切私心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人非常奇怪 你费尽心机找来 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你用使尽全身的力气 想去改变 所有想要改变自己爱人的人 最后都徒劳而返 因为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 他的性格会有小的改变 但万万不会有大的改变 如果有 那只能说 被改变的那个人在忍耐 你得到的只是假象 再或者你已经把它改造成功了 你已经发现 它不是你当初喜欢的那个样子 你又会失望 其实爱不是改变 爱是欣赏和引导 一个懂得欣赏别人的人 当然也懂得欣赏自己 如果你懂得欣赏他 那么你一定懂得 引导自己的脾气 你这辈子是改不了的 你就是这样的脾气 性格没有好坏之分 看你怎么用 你用的好就是好 你用的不好 那就是相反的一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糊涂 其实你最讨厌他的那一点 其实恰恰是当初 你找他的时候喜欢的那一点 除了他还有谁听你的话 如果他哪天能够在你面前 变得十分的正经 十分的好学上进 五好青年 那你倒觉得你已经没有价值 他不需要你来改变和引导 所以说爱情不是改造 爱情是欣赏 引导 如果你们能够互相地看到 对方身上的优秀的那一点 并且不尝试去改造 而是去引导他 那么两个人都会很舒服 好吧 就这个 好 谢谢 谢谢啊 我就觉得有些时候 你应该强大的就强大 该温柔的时候就温柔一点 还是要做一个小女人的 再强的女强人 不也希望自己的老公 在某一个时刻 她累的时候 能靠在肩膀上哭一下吗 你没有想过 你在她肩膀上哭的那种情景吗 没哭过 对啊 多累啊 你期待有一天 她突然趴在你肩膀上哭吗 期待 挺期待了吧 但是我估计她真哭的时候 你能吓死 哎呀妈呀 怎么回事 天都塌了 所以很多爱情 它没有一个模式 爱情是没有模式 因为是双人互动嘛 人际互动一定没有模式 就是你们自己舒服就好了 我觉得你们今天来要求改变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其实你们还希望 这个感情能够更良性 对吧 老师们其实已经开了药方咯 你把它总结起来是什么 女生学会温柔一点 男生呢 学会体贴一点 顺从和体贴是两回事 对吧 这是第一层含义嘛 第二层含义 双方都要聪明一点 你别硬碰硬的就来了呀 对吧 第三层含义 学会欣赏你词 性格这东西确实需要欣赏 你不欣赏容易受伤 然后呢 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 就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好好谈着吧 你们可别分开了 分开再找挺难的 你呢 就接着这样 挺好的 有一类人在生活里面 就是需要被管教的 就外面可能很强 其实你要想 被人管得很幸福 对吧 好了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鼓方红堂 真情60秒 其实我现在听了老师的意见之后 我觉得还是挺受益匪浅的 我觉得我不想 我以后我不想试图去改变你了 我觉得你这样就挺好的 然后我希望你有的时候 也能容忍我一下 因为 因为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特别累 但是我没有 我没办法跟别人说 我也没 我也没人去说 所以我希望你能体谅一下我 我可能以前也是对你太过累了 然后 你不可能尽量满足你 适应你的暴脾气 慢慢改变吧 然后 我还是比较爱你的 小狗粮洒 没了 亮灯吧 男生我最后给你一个方向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有很多事情 也没法跟别人说 有一天如果他愿意 在他特别难受的时候 把这些事情 一小部分小秘密 倒腾给你了 你们俩的感情 就是世界上最坚真不二的感情 女生要学着信任别人 该说的要说一些 男生努力好不好 谢谢你们两位 来 请回 aroma温门 在 灯 вер de 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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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